一個毛骨悚然的鄉間童話 將讓看似平靜的村莊掀起無人能夠預料到的暗潮 而傳奇英雄克里斯的出現 也讓期待故事後生活回歸平靜的 Eason-溫斯特的日常生活再度掀起波瀾 在沉默了將近兩個月後 Capcom 在今天的 PS5 發表會中 公布了惡靈不保 8 的最新預告影片 影片中揭露了本作裡神秘村莊的不同樣貌 並出現了大量暗示性的邪教儀式 魅影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變種怪物 老玩家們或許可以在這次影片中 發掘到不少致敬惡靈古堡四代的要素 像是鄉間小屋、城堡機關以及最後的商人 粉絲們看了應該會有些親切感吧 苦命男Eason 的最終旅程 究竟是會混沌村莊還是能夠逃出生天 而克里斯的出現背後 到底有什麼目的呢 希望在即將到來的東京電玩展中 Capcom 能夠帶給大家更多情報囉